一卡在手进出台北捷运 但现在有人这样出手 1280月票虽是搭到保 但有个案使用换算下来 竟能搭破万元 也惊动台北市长柯文哲 这何方神圣根据轨迹记录找到了 他整个在台北市使用的轨迹 是像非常的分散 像个网状一样 不是像我们一般通勤行为 它是在特定的路径上面 1280月票搭破万有多难达成 若从淡水搭到新店 来回算一趟130元 每天至少要搭成3.5趟 耗费3.5个小时才会破万 但轨迹图显示 该民众搭北捷看不出规律性 行机遍布全捷运线 另外还有转搭公车记录 算下来平均每天进出站超过30次 讨费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硬体 要有软体 像硬体是有了 读得出来它里面的资料 但是解不开来 部分悠悠卡是靠这块小晶片 读取写入 里头分16个区段 4个区块加密 非常难破解 万元记录确定是一人大量搭乘 就算宅配或外送员 使用月票也没违法 但会不会因此 微调游戏规则 就看柯市长怎么抉择 三星大会 陈丹安保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